父亲的占有欲真是太强了 每回听说女儿去约会 都要派人强行绑他回家 但这次却出了意外 女儿因感染病毒变成了僵尸 不仅腿脚变得异常灵活 而且力气也是大的吓人 轻易便打翻了所有保镖 并再次投入了男友的怀抱 这可把父亲气坏了 直接下令启动B计划 让手下转而攻击男友 并趁着女儿不备 将他的男友绑了回来 但不管父亲如何威胁 男友就是不愿离开女儿 于是父亲发动了自己的超能力 他作为全国首富 家里从小就配备了庶民女婿 就是通房丫鬟的那种 他当即叫来最漂亮的一个 让他前去施展美人计 女仆根本不敢反抗 只能拼命地展示着完美身材 但男孩却不为所动 女仆则害怕主人责罚 急忙拉开衣服就要上去贴贴 吓得男孩当即躲开 直接摔向了地面 父亲眼看这招情不同 便派人放开了男孩 要和他来一场基建比赛 由胜利者去照顾女孩 但男孩却言辞拒绝 而且不管父亲如何计较 男孩就是不答应 因为他觉得胜负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女孩的选择 可父亲才不管这么多 当即就是一箭刺出 穿透了男孩的身体 但男孩却无视一样 反手抱住了父亲的头 猛地用力撞了上去 直接将他撞得跌倒在地 原来是男孩在照顾女孩的时候 被其传染了僵尸病毒 也拥有了超强的治愈能力 但父亲还是不愿停手 当即就要砍下男孩的头 要他无法恢复 可女孩却及时赶到 不仅出手挡下了攻击 还死死地护住男孩 这下父亲彻底绝望了 女孩到底还是站到了男孩那边 他看着女儿坚毅的小脸 终于明白他就要给他自由 于是在痛苦的眼泪中 父亲成全了两人